好,那我们接着把易大师的技能给介绍完哦 那这边我已经帮大家整理完这个 跟易大师有关的牌组,我把他立在这边 那我会把他的代码给放在下方给大家做参考 那我们先从易大师开始 易大师他有一个特性就是快速攻击 那他在回合开始的时候,他可以让这手牌上面的法术牌 魔奥子减1,然后接着穿流,穿流是什么,就是说 你在上一个回合你要打出两张以上的法术牌,或者是 技能你要触发两次以上,你才能 在下一回合的时候发动这个 穿流的效果 那穿流是什么,就是 给各个易大师加2,攻击力加2 那你今天要把,记得要把易大师给放在场上,他才能穿流 如果你放在手中的话,他是没有办法去穿流的 所以大家自己要注意一下 那其实也不用担心说,今天 我的易大师被换掉,因为 也不用担心说,我今天跌起来 好不容易跌到12成,可是被换掉 也不用怕,因为你下一张 抽出来的易大师,一样 一样,还是从12开始 因为他的穿流 他的技能,穿流,一样是继续往上跌 他升级条件也很简单 像刚刚我提到说,你今天的这个易大师 这张牌没办法造成12点以上伤害 但是呢,你出下一张易大师 一样是可以 造成12点以上伤害,就是他会继续跌加上去 就是 他的穿流效果,可以让这提升攻击力 所以 你要升级也很容易 再加上说,你今天又有 又可以用法术牌去增加他的攻击力 也是很OK的 那今天 升级后的易大师,他多了一个 攻击 他攻击的时候,他可以立刻打击最弱的敌军单位 所以说,如果对方 场上会有很多四同单位的话,你就 利用攻击 去消耗敌方的单位 也是很有效的 再加上说,如果说对方的英雄牌 大家可能会想到安妮 提摩,柔伊,他们都算是最弱的 就相较 如果他们出了这些 四同单位的话 这些牌都是 比较弱一点的 所以易大师 是可以利用这个 攻击的 技能去把他们给换掉 也是还蛮方便,还蛮好用的 接下来讲他的无极剑道 无极剑道 这个总共 我归类 总共有三个 三个功能 第一个就是 我们可以 去增加易大师的攻击 除了这个之外 如果说你不想加易大师,你也可以加在其他 角色身上 不管是四同单位或英雄牌都可以 我今天只是举例子 就是你可以把 这张牌放在易大师身上 增加攻击力 第二个就是说,因为他会生成冥想 冥想就是 提升生命力 2点 2点生命力 这个也有宝牌的功能 第三个就是说触发 触发易大师的川流效果 因为这边 这边他出了一张急速之后 然后再生成一张冥想 冥想 就第二张嘛 第二张法术牌就两张,法术牌就触发川流 也是很好用的 那这边大家 需要注意的就是说 你今天出了无极剑道 你发现没有魔耗值了 那你这张冥想 你这张冥想就有点可惜 因为他是非四 他是非四 所以你这一回合没有用到的话 这一回合没有用到的话 这张牌 他就很可惜 就没有用到 很可惜 以上是易拉斯他本身英雄的技能介绍 接下来他的这个 跟他有关的牌组有这个 凡斯塔亚地址 这张牌呢 他有隐秘的特性 他就是在打击珠宝的时候会变成神蒙 神蒙之风 他这个角色啊 我个人是觉得 他应该也是拿来用来 去触发川流的效果啦 就是说 变成一个法术牌 然后再出这张法术牌 他又可以召唤 回去这个 凡斯塔亚地址 然后再抽一张牌 这个法术牌用意在这里 但我个人是觉得 通常 你说你要拿来抵挡 有啦你可以抵挡那个提摩跟 提摩跟柔依啦 因为他没有隐秘效果 但是今天如果对方看到你出了凡斯塔亚地址 他应该是不会出这些牌啦 他也不想要直接拿他提摩去换 跟你换血喔 再来说这张牌他 第一回合可能会很有效的打击 敌方的主宝 但是他第二回合可能就会被换掉 因为他生命力喔 只有 一点 一点生命力 所以说如果你说 你硬要要使用这张牌的话 你可能会交出你的这个法术牌 就保牌的这种法术牌 你可能会 花掉 这种 保牌的法术牌 就是 我是觉得 是有点浪费一点 我觉得如果说你用保牌 你用保这张牌的话 我觉得是有点浪费一点 你还不如去保你的一大师 这个 这个是这样子 那我建议你这张牌 可带可不带 没有一定要带 就是看你们 看你们自己 那这边我刚刚无极剑道有提到过了 我们就不再多讲 好这边 第2个 第2个是种单位 多蓝地址 那这张牌呢 他是 出牌的时候可以生成一个 有备无患 这张牌就是可以 让这个法术牌 魔号值-1 但是 你出这张牌 你出这张牌 也是要花费一点魔号 所以其实也没有 没有夺省 也没有夺省 那这张牌我觉得主要的目的应该也是要 去触发这个川流的 效果 所以 这张牌也是可以带着 这张牌可以带着 因为他是攻击力2点 生命力2点 还 多多少少还是可以抵挡 这张牌 那再来就是这个 奇才润耳 这张牌我个人是觉得 还蛮强的啦 因为他是在装备的时候 他可以 可以给这张牌有一个光盾 特性 还有一个吸血的特性 而且再加上说如果你今天的装备是 假如说我们今天装了一个3点 攻击的装备 那这张牌 他的吸血就可以打到7点 他可以吸7点的伤害 应该说7 7点的这个血量 我觉得还不错啦 所以你自己 如果说你今天带的装备 他的 能力值越高 你就吸的血就越多 而且他重点是他要光盾的效果 大概是这样 那这边跟他有关的一个 装备呢 就是这个川流 就像我刚刚讲 这个 装备可以配上这个 这个奇才润耳 你可以用这个装备 用这个灵魂之剑装在这个奇才润耳身上 那这张牌他能力值还算不错啦 因为他的 攻击力加3 生命力加2 那这张牌还是在 触发川流的时候 这张牌 他的魔号值是-2 -2的 那所以这张牌如果你要出的话 我建议你是 触发完川流之后 你再来出这张牌 会比较省魔号一点 大概是这样子 这张牌我觉得也是 你也是带个 带个两三张 这个带个两三张 然后 这个无极剑道就 带好带嘛 就三张全带 因为这张 我刚才也讲过 讲过啦 因为你要保牌 基本上你要去保牌 好那 可能有些人就会问说 我玩易大师要配谁啊 那现在我 我之前看那个影片 他是配这个 纳米 他是 他是配真正纳米 纳米他是在打出法术牌的时候 他可以配合这个啦 因为 易大师他会带蛮多的法术牌 对不对 那我刚才前面有提过 他会带蛮多的法术牌 所以你今天玩纳米的话 你今天纳米出出去 你出法术牌 出个无极剑道 你的这个纳米就可以不断的带他叠加 这个生命力 攻击力 如果说他今天升级 他的 攻击力跟生命力就会不断的提升 这个也是 还蛮 也是蛮多人会使用的一个 组合 除了这个之外呢 有些人会选择这个 李星 大家会选择李星 找一下 因为李星也是玩这个法术牌啦 我看一下怎么没看到呢 李星 那李星他是在我方打出法术牌的时候 就可以给这张牌一个挑战者 这个挑战者其实还蛮 还蛮 还蛮有用的啦 因为这个 有挑战者 可以做很多事情 你可以抓一些很 很难对付的一些角色 那如果说 如果说你今天触发川流 打两张 打两张牌 他这张牌可以提供给他一个光盾 就给李星光盾 这个 我觉得真的是还蛮强势的 就是说 你的这个李星会不断 就除了 升级之外 穿流个四次吧 四次穿流 你这个或者是你都打个几次 法术牌你这个李星就升级 也是 很好的一个组合啦 那升级后李星呢 他是怎样 反正就是神龙白尾 这个 大家自己看 因为他是旧英雄 这个应该相信大家 比我还厉害 大家用的应该比我还熟悉啦 好不好 那这个 至于说 哎之后怎么玩的话 我之后会在另外在做影片 给大家做参考 那大部分现在看到的就是 纳米跟李星 会配上 利大师 比较常见到是这样子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 那提供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